欢迎来到由成都今天的线上课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你们好 很高兴又和你们见面了 在上次的课里,我们认识了依华和小西 依华和小西第一次来成都 大蒙带他们去了杜甫草堂 那今天,他们要去哪呢? 让我们跟依华和小西一起走进第二课 五猴祠和景里 我们先来看一下课文吧 成都旅游景点参观套票 真是又便宜又方便 还有专线巴士 我们从杜甫草堂到五猴祠 只用了半个小时 车坐起来特别舒服 还有导游免费介绍 嗯,我们去别的景点也坐这个车吧 哇,这就是五猴祠啊 逛完五猴祠 我们再看看旁边的景里古街 景里虽然是新修的 但可以看到三国石的文化和成都的传统文化 诶,什么味道 好香 有名的成都小吃 大蒙学堂 今天的课里 大蒙要跟你们一起来看一下verb 加起来这个语法 以前我们学习了 它是表示方向 例如,请你站起来 请举起手来 他把书包拿起来 这儿都是做什么 让一个人或者一个东西往上的意思 今天我们要看得起来是第二个意思 它是表达感觉 是对一个情况的估计和评价 我们常常这样用 谁或者什么 加verb 加起来 再加怎么样 例如 课文里 大蒙说 车坐起来特别舒服 这里的车坐起来 意思是说 大蒙坐了这个车 这辆车 让我觉得特别舒服 我们再看 现在小西 他要吃串串香 他闻了一下 嗯 真香 所以小西给了一个comment 小西说 串串香 闻起来 真香啊 现在伊华在吃面 他吃了一口 他觉得有点辣 所以伊华他给了一个comment 他说 这碗蛋的面吃起来有点辣 你们都知道 大蒙是个吃货 所以现在大蒙在吃冰粉 大蒙觉得呀 冰粉吃起来又甜又冰 夏天吃它 太舒服了 今天大蒙要去春夕路 所以大蒙得好好打扮打扮 出门的时候 遇到了一个朋友 他告诉我 他说 大蒙 今天你看起来非常可爱 大蒙听了以后非常高兴 好了 今天的课 你都听懂了吗 那现在大蒙要来考考你了 请问 成都这首歌听起来好不好听 请问 由成都这本书读起来有意思吗 再请问 你的哪件衣服穿起来特别舒服呢 跟大蒙学汉字 今天的课里 大蒙想跟你们一起来学习 做 我们先来看一下 怎么写这个汉字吧 怎么样 学会了吗 现在请跟大蒙一起来看一下这幅图 这幅图里 有两个人 这两个人 他们坐在地上 所以 这就是我们的汉字 坐 请再看 这是 人 人 他也是一个radical 我们常常写在左边 这个radical 他的意思就是person 请再看 这幅图的下边 这是土 我们常常写在下边 或者写在左边 他也是一个radical 土 这个radical 他的意思是earth 怎么样 我们的汉字和我们的书都非常有意思吧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书 欢迎你到我们的网站上去看一看 我们今天就这样了 下次再见吧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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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